烘焙坊一如往常的营业 事件爆发后 老板娘首度在媒体前曝光 不过店家态度依旧低调 我目前也是在跟律师 这方面在做烘焙 以高档法式甜点打响名号的烘焙坊 相当受到贵妇喜爱 不过受到超时工作纠纷事件影响 以往门停弱势的大门 现在整整20分钟 见不到一个顾客上门 离职的厨师 甚至秀出资方要求索赔的文件 上头强调要求离职员工和实习生 赔偿营业损失一天一万元 一月份一共31万 加上28天精神损失一天一万 合计59万 而且是针对个人求偿 厨师还在脸书指出 离职后去领薪水 甚至还被老板娘请到屋外 感觉不受尊重 而且领到的薪水 也比该拿的四万元 少了将近一半 我一个月领四万块 变成两万零八家加班费 这样是对的吗 实习生和建教合作企业 签订了劳动契约 长久以来经常被忽略 也造成学生权益受损 或是说私底下 学生有跟企业厂商签订 不符合规定的 那部分我们会做一个清查 做一个处理 烘焙坊爆发超时工作纠纷 现在向学生索赔的文件又曝光 业者要怎么达成劳资共识 挽救商誉 各界都在关注 记得廉价信网总营台中报导